好的 你看我这边又打开了 这个Flutter自带的Hello World小程序 我们这一系列视频来讲一讲Sliver 你听说过Sliver这个词吧 听过 对 因为相信用过一段时间Flutter的人 应该或多或少都听过Sliver这个词对吧 那我这两天逛了逛Flutter的开发者社区 就是英文的这些论坛 Stark or Flow啊Reddit之类的 然后看到很多人对Sliver这个概念都很模糊 甚至有一些人还产生了一种比较抵触的情绪 可能就觉得比较迷 对吧 可能觉得这套东西有点乱 比较迷 其实Sliver这个词呢 在英文中就是片段的意思 对吧 就是一小块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一小块奶酪会怎么说 A Sliver of Cheese 对 然后再比如说月牙是A Sliver of the Moon 对吧 或者说一丝希望 Sliver of Hope 对 这些我们都会用到Sliver这个词 在英文中还算是一个不算特别常见 但还行的一个单词 对吧 对 那在Flutter这个框架里面 Sliver就是指滚动的时候的一小块东西 就像Sliver of Cheese刚刚说的 对吧 一大块奶酪 然后切下来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就是 Sliver 对 就是Sliver 那不管怎么样呢 或多或少大家都应该已经知道 Sliver就是跟这个滚动布局息息相关的 对吧 那首先我要抛出一个问题了 就是滚动 对吧 它本质是为什么要滚动 列表太长 对 没错 列表太长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屏幕呢 它的尺寸是有限的 但是呢 有时候要显示的东西呢 却比这个一屏幕要显示的下的东西要多得多 是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里面更大的一个东西 It's bigger than inside 对 就是里面更大 对吧 里面更大的东西 能想到的就是 Tardis 对 Doctor Who里面的那个Tardis 所以我们这儿呢 就沿用那种感觉 我们要造出一个里面比外面大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Flutter里面呢 称作为视窗 就叫Viewport 那比如说我们先来写一个简单的ListView 对吧 那我们之前有看到过ListView 我们之前有过一个ListView 就是滚动列表那系列的教程 Scrollable教程 对 如果看到这儿的小伙伴 还没有看过我们那个Scrollable教程的话 是肯定要先看那个的 因为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 滚动列表 就是ListView啊GridView之类的那一系列东西呢 那是应该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业务需求的 对吧 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需要用到Sliver的 而它们的背后呢 就是用了Sliver机制 所以呢 我们一般这个系列教程呢 是不分什么先后顺序 对吧 当然我们推荐大家 按照我们上传的顺序浏览 但是这一期不一样 这期呢 你应该是要看过 Scrollable那一系列 就是滚动列表系列 最好呢 还能把那个布局系列也看一下 好 言归这专 我们呢 找到这个代码的body部分 把它替换成一个 之前介绍过的ListView 对吧 那比如说ListView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Builder方式 对吧 这在之前都介绍的特别小气了 所以我们在这呢 就直接让它 return一个 比如说container 是吧 然后我们这设置这个颜色 比如说color.primers 这样呢 我们就做成了一个 无限长度的一个滚动列表 对吧 但是这个ListView 它自己呢 其实就是创建了一个视窗 视窗呢 它的高度不是无限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这边呢 给它添加一个sizebox 然后我来设置一下 它的高度为 我就设置一个450 之后呢 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视窗 对吧 那我来再把这个东西 给聚中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确实是它的视窗 对吧 然后呢 我还甚至可以去 设置它的width 就是乘300 你可以看到 对吧 所以什么是视窗 什么是视窗里面的内容呢 这边就一目了然了 它确实是figure on the inside 像它的形 对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要使用sliver 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创建一个 自己的视窗 对吧 那创建自己的视窗呢 我们一般是使用 这个叫做custom scroll view的东西 这个组件呢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 创建一个视窗 哦 之后呢 你会看到 它的参数里面呢 是没有child或者children之类的参数的 那 取而代之的呢 是叫slivers 哦 slivers这个参数呢 它就可以提醒我们 这里头呢 它需要包括的就是sliver组件了 它外面呢 就是普通的 你见过呢 所有的其他组件 比如说container啊 appbar啊 scaffle什么的 都是属于 普通的这个renderbox组件 所以呢 是不可以用在这个slivers里面的 否则的话 它就会叫children了 对吧 如果叫children 那大家都会写 比如我写的flutter logo 对吧 但是因为它叫slivers嘛 所以我这边呢 是不可以传给它flutter logo的 如果这么传的话呢 运行一下就会发现问题 那你想把flutter logo团上 都可以放点 有什么text什么之类的 对也是 实战中你总要放点 什么文字什么的 对吧 因为可能什么组件 都重来一遍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叫做sliver to box adapter 这样的一个组件 它是作为一个转接器 就可以把这个普通的 renderbox组件呢 重新给你 转接到这个sliver上去 所以呢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么一个东西了 这效果跟list view一样 对是跟list view一样 所以之前说嘛 就是绝大部分情况下 你就用list view就挺好的 对吧 把这边呢 稍微改的大一 比如改成两版了 然后呢 你如果想要再来个 比如说文字 对吧 那我们再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换成一个text 对吧 Hello Sliver 对吧 就可以看到 在这 等一样 不能把sliver那个 把children那个adapter 变成 然后刷一大块 把整个list那么大 如果用list做 adapter不合适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你不如用个column 然后呢 在这个children里头呢 设上这个 fart logo 对吧 然后呢 这个column呢 是一个普通的组件 对吧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column呢 adapter成sliver 这样呢 就统一adapter一次 对吧 对 可以 但你这么做呢 其实也就跟刚才 还是一样的 就好像是list view里面呢 包了个column一样 对吧 所以你这样做呢 也没有占上list view的好处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 list view它可以动态加载 你用成千上万条的时候 list view是 需要显示多少 它就加载多少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用column 一口气写上 成千上万条在这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这个 对啊 就没有动态加载了 对吧 所以你这样的 这个column呢 它显然还是要把里面的东西 全都给渲染出来 所以这么写呢 再加上这个adapter呢 显然不是很高效 但我undo一下 用刚才的这个做法 难道就高效了吗 比如我想显示500行文字 那我也不可能写500个 这个sliver to box adapter 对不对 对 比如我们想做出刚才 那个色块的 那个list view的例子吧 那我们呢 就可以使用 叫做sliver list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它有个sliver child delegate 对吧 那我刚才那个list view的例子中 我是用的builder 对吧 创建了无限个 所以呢 这儿我们就要用相应的 这个sliver child builder delegate 虽然是长是长了点 但是作用呢 是一样的 就是里面呢 要写一个builder 记得builder核张函数 是传给你一个build context 和index 对吧 然后你的责任呢 就是借助这两个 尤其是这个index参数 来决定需要渲染什么 所以我们跟刚才一样 渲染一个hide数的200 然后颜色是各种颜色的 就叫container 对吧 嗯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过去 这样不需要dupter 这样就不需要dupter 因为这个sliver list 自己就是一个sliver 这个跟list view也没有区别呀 对啊 这就是跟list view没有区别 其实list view那个组件 你在调用它的时候呢 它在背后 就是帮你创建的sliver list 然后呢 你如果是用list view.builder方法呢 它就是帮你写了这个builder delegate 是跟这边一模一样的内容 那用sliver有什么好 对啊 所以用sliver呢 主要的好处就是 因为这是其中一个sliver的词 对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它上面 或者下面呢 再嵌入别的内容了 比如说你看 我刚才用的这个sliver to box adapter 对吧 然后呢 这里边呢 就你看 这边的参数也是差不多 不是sliver 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 有普通的renderbox 转换为sliver的 这么一个adapter 对吧 然后这边呢 我如果给它一个flutter logo 比如说 大小车这为100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出来 它上面呢 多了一个东西 如果你想做到这个效果呢 在list view里头 你就需要做点小技巧了 你就需要在那个builder的时候 你说if index等于0 render这个 否则 index不等于0的时候呢 就render剩余的内容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有一个两个还好 你要是稍微再多一点呢 对吧 对 然后你比如说 你要显示一个标题 然后下头再显示点什么 其他的菜单什么的 然后最下面才是正文内容 对吧 然后你就很有可能会出现 你的那个list view 点builder函数 里面会写 对 if index等于0 render这个玩意儿 如果index等于1 就render那个玩意儿 然后最后一个else 对吧 或者你要是再多点 你干脆switch算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代码的阅读起来呢 就不如这个了 对吧 对 那这只是其中之一用法 那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 你记得有gridview对吧 对 gridview呢 它也有个sliver版本 叫做slivergrid 然后呢 slivergrid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个sliverchild的delegate 跟这边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它多一个griddelegate 可以看出来呢 是比较接近的 那这个呢 普通的delegate呢 我们就甚至可以直接 把这个内容抄过去 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要用builder的方式来做 对吧 嗯 然后呢 做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呢 它还需要一个叫做griddelegate 这griddelegate呢 就和那个当时 我们介绍gridview里面的内容一样 你还记得介绍gridview时候 有几个名字特别长的类 感觉在写java似的 有点印象 对吧 那我们这边呢 就有这个servergriddelegate 你看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就又回来了 对吧 maxcrossaxesextend 和fixedcrossaxescount 对吧 对 这fixedcrossaxescount 比较简单一些 是吧 比如说我们说一行四个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运行过去 诶 这边怎么了 哦 我为什么要冒的200 这应该是冒的18 18怎么来呢 18怎么来的 18就是它一共只有18种颜色在这 我只是记下来了而已 所以这边有个magic number 不推荐对吧 但我们只是写demo对吧 如果我们在实战中 这样写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要写colors.primers.nance 以前我们也是这么写过的 对吧 对 好 修了这个小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你看这边的gridview 和这个serverlist呢 就开始可以并存了 对吧 对 然后第一个这个gridview呢 它是无限长度的 所以它永远都滚不完 也就是说永远轮不到 我们这个sliverlist的上场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builder里面呢 给它加上这么一个 itemcount 对没错 在以前呢 是叫itemcount 对吧 但在这呢 它莫名其妙的把名字改成childcount 那也是有点最 不是啊 这个你看 custom scrollview 要sliver 然后呢 这个slivergrid里头 这个不是child的吗 container是普通的东西 普通的东西就是child 那叫childcount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childcount呢 设置为23个 那就可以看出来这23个 对吧 结束了之后呢 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sliverlist了 你看 这样就做到了各种 不同类型的东西混搭 然后呢 它们之间呢 还都是动态加载的 可以看到 因为刚才我这个gridview 没有设置最大的时候呢 它没有死机 对不对 它没有说啊 我无限个 我要不停地加载完 我才能搞下面一个 不是的 它都是可以支持动态加载的 所以这个 现在已经能看出来 custom scrollview 也就是sliver这套机制 自己来写的时候 跟直接写传统的listview和gridview 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最后呢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整个sliver这个东西呢 你要把它当做是另一个世界 然后呢 它和你普通用的这个什么 常见的这些flutterlogo呀 container之类的组件呢 都是不同的 它呢 是属于sliver组件 对吧 当我们在这个scaffle 就是普通组件 对吧 它这个body呢 平常我们在这 是直接写一个普通组件 container也好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对吧 所以在普通的这个世界里 当我们想要进入 这个sliver世界呢 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个 叫做视窗的桥梁 然后这个视窗呢 我们一般用customscoreview 来定义这么一个视窗 定义完之后呢 里面就是sliver的世界了 对吧 sliver世界呢 就只能写sliver 不能写普通的renderbox 然后sliver组件呢 都是由sliver开头 就可以看出来 对吧 都是由sliver开头 sliver组件还是蛮多的 是有一整套的 叫自己的一套 所以说 是它自己的世界嘛 在打开视窗之后呢 如果我们还需要用 普通的这个vidget 因为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都需要用普通的vidget 比如说你最后要渲染一个image 或者text 或者container什么的 对吧 如果呢你是只有一两个东西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sliver to box adapter 把其中的一个普通的renderbox 转换为sliver 如果你稍微多一点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sliver grid 就有点模拟这个gridview 或者用sliver list 就模拟了 list view 对 list view 那这个呢 明显是两类不同的东西 对吧 sliver to box adapter呢 它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而这些呢 这两个呢 就属于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好 那下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会来再多介绍几个 这个一对多的 这么一种列表型的sliv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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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